哈喽大家好我是吉凤 今天的影片我们没有要讲游戏 而是要为大家介绍一款 区块链上相当创新的基础设施提供商 Spiderweb 随着Web 3.0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想大家感受应该都相当深啊 最近有许多的媒体或杂志 都开始针对这个议题展开系列报道了吧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这是相当利于 区块链发展的一件重要事情 毕竟创新路上总是困难重重 技术开发上也需要经历披荆斩棘的过程 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这个产业 想必未来会顺遂不少 所以呢秉持着上述提到的理念 Spiderweb希望成为传统网路世界 与区块链时代的最好桥梁 协助所有的过渡者能轻松的跨越鸿沟 解决初期遇到的麻烦 那到底它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价值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接下来进入今天主题之前 请先开启下方CC字幕 如果你也对区块链游戏有兴趣 我们每周都会定期更新资讯 跟大家分享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Discord 一起聊GameFi NFT 元宇宙各种话题哦 Spiderweb甚至传统企业 进入区块链学习的门槛很高 也不是一般人一朝一夕内就有办法习得的成果 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十余年 从点对点技术进步到智能合约 又从智能合约中发展出许多供链以及赛道 我想光是站在区块链市场的大门 就能让那些传统Web 2.0的高手也眼花缭乱了吧 想作为一道理想的桥梁 最好的方式就是解决进入的门槛 对此Spiderweb透过创新的硬体架构 与现有的区块链技术作为结合 试图打造出一款符合众人期待的产品 甚至是生态链出来 除了在学习门槛上有着高大的围墙 许多传统网路从业人员或企业组织 在进入区块链产业时 常常还是以旧有的企业思考方式来做决策 这不全然是错的 但是新创产业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为此Spiderweb从上至下打造出完善的系统 想要借由一站式的服务模式 提供企业以最舒服的方式 认同区块链产生的架构 甚至是开始使用市场内的任何产品 协助自身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Spiderweb使用了名为 去中心化物联网数据中心的名词 英文称之为DIDC 作为主要的区块链供应服务 透过来自全球网络创造的节点 与P2P的挖矿模式 形成一盘如蜘蛛网般密集的强大网络结构 这也是他们的名字Spiderweb的由来 对此他们效仿了比特币网络 使用加密演算法 SHA-256 并且改善传统网络传输模式挟持的 IPFS传输协议 提供企业分散式的储存方法 将重要资料和数据分配到全球节点 避免因为资料过度集中 最终沦为骇客或有心人士攻击的目标 而为了有效满足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 等多种类型的公司结构 Spiderweb将区块链节点模型 设计成三种分类 分别是核心架构官方节点SON 蜘蛛网验证节点SVN 与蜘蛛网分发节点SDN 三种不同功能取向的节点模型 官方节点SON 是网络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节点 主要的功能是维持网络的运作 蜘蛛网验证节点SVN 则是高性能的验证节点 主要用来打包与验证区块 由于SVN能以非常高的效率传输资料 并且同时保持隐私 所以可以被用来作为企业的私有节点 最后蜘蛛网分发节点SDN 是分布最广的节点 虽然效用会比SVN差 但是由于分布更广泛 所以也比较安全 由于Spiderweb生态开发 运用到了区块链底层技术 这将可实现传输成本降低 与减少传统企业租用与维护伺服器的付出成本 同时仰赖于SHA256的密码学演算 大幅降低企业任何数据被攻破 甚至是遭到篡改的几率 实现企业资料安全保密的一大创举 疾风在找资料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Spiderweb的公开代码 因此有询问Spiderweb的管理员 他们的回复是 开源代码将在明年才会正式开放 若是希望能使用该服务系统 要保持耐心 对此疾风认为这项资讯 并不会影响他们持续攻击给传统企业的便利服务 这有可能取决于许多代码或底层技术属于创新理念 不方便在项目起初发展时就公开 因此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随时注意他们公告的消息 听到这里 相信应该还是有人捂傻傻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用Spiderweb 假如你正好作为提供给企业高效 且易于使用的伺服器厂商 又想借重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优势 则可以考虑加入Spiderweb生态器的一环 为旗下用户提供有效的浏览器伺服器 或者客户端伺服器架构 毕竟不论是从安全性 传输效率和使用期限来看 运用分散式云端的架构 将更为巩固企业的所有资料 也无需担心是否会因系统老旧 而出现无法移植或更新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 Spiderweb开创了一项名为 Proof of Use的新型共识机制 它与工作量证明一样依靠奖励机制 只要持续提供Spiderweb的服务 节点会将使用量记录下来 并且根据使用量来给予相对应得奖励 这代表假如你是从上重挖矿行为中获得成就 甚至是赚取优渥报酬的矿工身份 都将有影响力及局策利 持续在Spiderweb创造稳固的区块链生态 并且换取合理收益 根据Spiderweb的公开说明 所有成为生态系里的服务对象 都将主动获得不断优化的节点资源 因此身为任意节点的贡献者 需要关注的不再是你存在的算力有多少 而是提醒自身资源环境的把持 例如硬碟空间、网络速度等 听到这边部分观众也许眼睛马上为之一亮 我家里囤积的旧电脑系统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吗? 而这么深奥的产品服务 当然要来好好认识一下他们的开发团队啦 成立Spiderweb的CEO为Andrew King 为中华民国商业总会 区块链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办人之一 Andrew King不但身为台湾的区块链研究组织创办人 更在2017年成立Statecraft Tech 区块链发展公司 主要范畴几乎包办区块链市场的一切 从各种难以程度的智能合约撰写 到Dapp应用开发 甚至是建构一整个区块链网路都难不倒他们 由于公司成员在该产业有着诸多开发经验 因此在后续推行新产品时 也成为了有力的可信赖资源 除了对区块链底层技术 秉持创新理念的创办人之外 Spiderweb首席技术官 更由曾经在游戏轻干线任职的技术总监负责 他过去也曾担任过 World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以及Josen Technology两间企业的主管位置 后来基于网路游戏对于资料储存的需求扩增 他也跳入了区块链领域进行开发 现今还握有部分伺服器传输资源和账务防盗的专利 不难看出他对产业的贡献有多丰厚 除了两位优秀的领导人外 Spiderweb目前还有其余十多位成员 分别在不同岗位上各自努力 其中团队更聘请两位在加密货币行业 拥有一定经验的战将作为顾问身份 这也为整体的开发实力提升不少等级 我们从Spiderweb官方白皮书提供的资料来看 可以了解到整体开发的路线图是如何进行 其中最初阶段为期一年之久 主要作为Spiderweb整体生态的基础设施打造 从这点可以看出团队不及这项大众展示他们的创新产品 而是着重在开发建设上 至于后续路线图规划 从今年6月份的首次NFT发行 到7月的共识机制POU主网上架 将是该区块链即将问世的重要成果 毕竟已有许多人等候了近一年之久 我认为先发行NFT有两种原因 第一是凝聚社区共识 并合理给予赋能 从中找到能长久运行的合作伙伴 第二种可能则是团队看好未来自家NFT的潜力 能作为对外行销的一大重点 不过所有观众还是要睁亮眼睛 观察实际的发行状况 再来是主网与后续Dapp市场的发布 我认为会是Spiteweb的价值体现 是否真正成立的重要时刻 毕竟要做出区块链设施当中的去中心化云端 依赖的将是各类企业或组织 对于新兴技术的需求 这也是其项目看好未来产业趋势的一大重点 假如技术正式提供服务 并且没有出现什么闪失的话 有利于后续生态更完整的建立 毕竟服务对象将资料托管 交由你全权负责 你势必也要做好责任 Spiteweb想要实现最终的 去中心化网络数据中心 根据RoadMate的规划 会于今年年末开始进行 最重要的是 能否把持好底层技术的维持 以及因应后续竞争者的出现 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面对 这不仅考验了整个团队的问题处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 更多应用功能的互操作性是否完美体现 诸如自家的NFT交易市场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等等 可以请所有观众拭目以待 支撑着整个区块链生态的 除了有强大的开发人员 与拥护项目的用户护城河外 Spiteweb也没有错过 能有效激励整体生态稳定成长的代币发行 以下是我阅读白皮书后的一些重点整理 由POU共识协议组成的共识机制代币 官方称作ARAC 总计采矿时间为50年 固定供应量为30亿颗 最开始的半年会释出3亿枚代币 而接下来的代币释出 设有每半年减少10%的销毁机制 这点Spiteweb在起初的经济模型上已经考量到 并非像一些其他赛道项目 是发展后半段才由社区投票成立 相信团队在设计上已经过全盘考量 至于三种节点初始的挖矿分配差异并不大 比较令我好奇的是 ARAC代币在第四次供应减少时 换算约为发行的第二年 将会更动初始的挖矿份额比例 后续调整为SDN占有60% 其余两者SON与SVN各占20% 会有如此变动及悬殊差异 我个人认为是由于现今全球区块链 多半是使用到公共节点作为发展 因此就整体市场使用率来看 后续几年的SDN节点将会负责最大的使用率 毕竟将数据广泛分散到全球各地 对于安全性上也能有所提升 因此站在服务对象角度而言 此处的调整可视为系统优化的表现 虽然本次吉封介绍的影片主题 并不是过去大家熟悉的炼油 不过假如能多认识现今区块链的创新项目 不但没有损失 反而能更加了解整个市场的趋势 将可能往何处走 对于学习新事物也有同样的道理存在 至于如果说有计划往区块链发展 或是采用区块链技术的公司相关人员 或许可以好好考虑 看看要不要当第一批的拓荒者哦 整个了解项目运作及背景团队后 让我更加坚定认为 去中心化网络中心对于企业的特定需求 将能提供更完善且有效的服务 另外Spidewell准备推出送矿机的NFT Crypto Spider Mint的时间会在6月8号 价格的部分有兴趣的观众 到时候可以去他们Discord公告上查看哦 影片最后你如何看待这个赛道的表现呢 赶紧留言在影片下方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后老话一句 在影片中提供的资讯并非金融投资建议 在入场前大家一样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评估自身能力哦 我们下集会再介绍更多有趣丰富的区块链相关内容 以及可以边玩边赚的区块链游戏给大家 好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获得最新区块链的相关资讯咯 我是吉峰 我们下集再见